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行情还非常的好玩 还有的玩 一高人胆大者将会有数不完的超标 等着我们一起来打赚 有没有 来你来看 今天2月17号 你看OTC贵买指数 大盘是小涨20点 但是OTC贵买指数你看 持续的一个大涨在创新高 控盘指标翻红 虽然今天的一个外资 今天休假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夜内偏多的心态还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攻击力到1.23 所以后面的一个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真的是不容小觑 真的是不容小觑 我常说 一个真正的赢家 很多人都想要成功 很多人都想要致富 但是一个真正的赢家 我常说做事情就是要有大方向的眼光 跟大气大破的一个果断率 格局有多大 财户就会有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我们跟其他的一个专家不一样 可能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哇好多股票 哇已经涨很多了 风险很高了 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结果你可以看到 与其你在买在那些 还趴在地板上的股票 你看看 穿这种的 风达店啊 趴在地板上的股票 对啦 那天掌停板 真漂亮 真有的人 哇 开始戳户完 你去 是怎么穿这种高标 我们不去 因为你趴在地板上的一个股票 还是趴在地板上 你今天你来到股票市场上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在最短的一个时间 能够怎么样 赚最多的钱 那么要达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那么要买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当然就是要买最具有前瞻性 最具有爆发力的一个好股票嘛 那么最具有前瞻性跟爆发力的好股票 这把跟美工都还趴在地板上 根本不会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为什么我们啊 会啊 锁定环球金 很多人都说 老师老师 环球金 哇已经一百八十几块了 十几哦 十几哦 敢不敢买 为什么不能够买 夜居持续看好啊 细菌炎报价持续看涨啊 而且量价配合 还是那么的一个漂亮嘛 所以啊 你可以看到啊 在二月十号的一个时候 这一天啊 一百八十五 我们说高出之后 有拉回来下礼拜 因为这是礼拜五嘛 二月十号嘛 下礼拜就是这礼拜嘛 有拉回来量缩价稳的时候 我们还要把它低接再买回来 有没有 来 你看看 二月十号 二月十号我们就说 高出之后 今天高出之后 下周有低量缩价稳 我还是可以再怎么样 低接买回来再赚价差 那么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你觉得很高 但是你看 礼拜二拉回来 二月十四号 这是不是一个买点 是不是一个买点 我都给大家说 都首先给大家做报告 所以为什么跟紧脚步很重要 你看看 只要你懂得掌握 只要你有我们的讯息 只要你是我们会员 我们9-end的一个怎样 粉丝的好友们 你看看 二月十六号马上亮灯掌停板 啊今天呢 今天持续的一个怎样 大涨在创新高 今天不论你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今天通通都是大赚的 而且还没有结束哦 包括中美金也是一样啊 他转有持有啊 环球金的一个股票 董金改选啊 董金改选啊 你要知道啊 董金改选每一次啊 董金改选题材来了时候啊 啊那个股价的行情 它的一个热度会一直延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先赚三成之后 我告诉你 拉回来好多人都都说 哇中美金四啊 中美金完蛋啊 啊我啊你说怎样 拉回来就是机会 我是不是来说 啊你看看这两天是不是 拉上来了 攻击力到今天1.31啊 拉上来了 啊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跟我们过去啊 我们跟大家啊 所报告的一个俊勇一样 当时候俊勇 先涨一波拉回来 我告诉你 机会来了 结果后面怎么样 标的更快 标的更快啊 这些你要知道啊 你想要在台北股市市场上赚市场钱 啊你不买这种股票 我问你 你要买什么股票 哦然后报三个月报半年报一年 啊三个月汇区过了 哇怎么股价还趴在地板上吗 难道你要买这些股票吗 如果你想买这些股票 没有关系啊 对吧 你去跟别人啊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啊 在市场上啊 能够迅速啊 来联系财户 我欢迎大家 你务必要跟紧我的一个脚步 你来看啊 你来看啊 金基啊 第一波啊 大涨五成嘛 大涨五成嘛 大涨五成之后 第二波机会又来了嘛 我告诉你 我在进场了嘛 进场之后拉回来三天 老师说 哎老师 金基拉回来三天 啊这种股票有要紧吗 啊 行政权也没要紧 行政权拉回来可以买 啊趋势再走多嘛 又没有跌破 短线关键下走路 结果你可以看到 我都是事先讲那些面啊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你看 昨天的时候 你看大涨在创新高 来到五十六块五 啊今天呢 五十八块六 你看你今天 你跟进我的一个脚步 啊 这种股票 你是不是很轻轻松松 就可以赚上来 啊通通都是大赚的 啊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啊我不是叫你去 因为我还有更好的股票 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大赚 你可以看到像木德啊 像木德啊 你看这个盘前分析 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我也告诉你 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但是我们 我们啊 发觉到机会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一天啊 盘前推荐 哦有没有 盘前推荐 2月16号 2月16号 木德8点05分 盘前推荐 盘前在哪边 9点开始 当天马上先赚涨停板 啊昨天呢 昨天我告诉你 我开心获利出一半 我押回来 我还要再把它买回来哦 对不 今天呢 有没有 我去去都跟你说嘛 获利出一半嘛 啊今天是不是押回来 今天果然押回 啊押回来 下一趟买点在哪边 想不想知道 不告诉你 如果你想知道 你欢迎 你要跟进我的一个脚步 老师带你一起来 表获利 而今天最令人开心的是啊 今天的一个人啊 今天的一个敦泰 我们昨天买进 昨天买进 今天马上大涨 所以为什么 我说跟进脚步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看到嘛 如果说你今天 拥有我的信息 你今天是我的一个会员 哎昨天我带你买 为什么我昨天会买这一档 哦我不会说 你今天你参加 哇你新加入会员 我叫你去抬教 再去抬什么环球金啊 没有意义了嘛 因为环球金长那么高了 对不 我们底部进场 我长那么高了 当然我们随时standby 我们要怎么样 随时standby 我们要获利放口袋嘛 当然他还没有结束嘛 结束的时候 老师自然会告诉大家嘛 但是老师要带大 大家来买的是什么 刚刚 华人要怎么样 要做价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 哈今年的一个题材 我相信大家知道 我不用多说了 那你可以看到 昨天供给力道1.55 而且啊他的一个怎样 最好买点2.15号 但是昨天供给力道 转强上来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你来看 你来看 昨天我们就跟我们的一个用户啊 还有会员啊 说到 我说登泰 搭上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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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那么还没有结束 所以财神来扣门 各位财神来扣门 后面还非常精彩 请记得要把门打开 千万不要让你的一个财户睡着楼 千万 more 不然你再错过一档一档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好股票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可惜 因为你看不论是过去的一个经济 大涨怎么样 五成之后这一波继续再赚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农程保农都是一样 那么接下来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好股票 有 心菜上桌我赞马大家讲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一档 食情炒饭 进入布局区 包括什么德国猪脚 哇你可以看到昨天震荡洗房 我也告诉你最好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要好好把握 还有一档我们之前也跟他报告的一个打 打拉斯加 要带大家来打拉斯加玩 那这一档股票我们之前带着一个怎样 用户会员买 那今天也是怎样 真开心 今天也大涨上来 那这一档也是怎么样 iPhone体财一档的一个非常爆发股票 去年的一个第三季 哇爆增你看 季增200多% 年增131% 而且他的产业具有寡占性 今年刚好iPhone体财的一个拉货 所以今年的一个怎样 今年的一个营运啊 非常的一个看好 老师帮他选择的都是最好最棒的一个好股票 所以 还是老话一句 格局有多大财务就有多少 你想赚大田 真的跟勤脚步很重要 全新的一个标股 老师邀请你一起来共襄盛举 老师带你一起来标获力 或者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 欢迎加入我们股市大财宝 Night End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粉丝团 你把这个打进去 学庆带你来抓住赚钱的大好机会 那么今天真的是欢喜度做末了 满满的一个获利了 那么我希望下礼拜一开始 经常好机会开始了 我希望第一时间你就要赶快跟上脚步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判断审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